剛才你也提到Tesla 不過你也提到最近拆小股價之後 其實它拆小之前是炒過上去的 現在就好像有一個整股 你怎麼看 其實拆完之後 值不值得這些水位的吸壓呢 這個也是有一個受市況的影響 因為往績來說 拆股很多時候都是升的 尤其是Tesla拆股的往績 更加升得很厲害 但其實是不是因為拆股這個因素呢 拆股算是加強了一個流動性的 容易了入場 和你一手的入場費低一點 你操作上也會靈活一點 但這個也未必是一個最大的影響 最大的影響就是 其實為什麼拆完股會升 這個有一點因果的關係就有一點倒轉了 就是反而是因為那隻股份升得很厲害 才去拆股的 即它可能升到股價很高 貴啦 它才拆一拆這樣 所以其實因為它本身是在一個 正在升的走勢裡面才會這樣 Tesla算是 例如你說如果對比剛才NVIDIA 可能6月的頂部都還未升得穿 它算是比較強一些的一隻 我想它比較接近大使 其實那個強弱的 都算是跟大使同步 你可以看到 曾經在8月頭有一個小小的支持 就是279 這個位置都穿了 所以暫時如果這裏破了 即是跟大使一樣 就是6月反彈上來 那個走得漂亮的升浪 已經掉下來了 所以暫時不要住了 那也是